中国 一个无数人神往的国度 从五千年文化的积淀 现在已经展现给大家崭新的风采 然而外国人对于中国又有着什么样特别的影响 或令人惊讶 或令人欣喜 无论是饮食 服饰 我们都将比较文化差异 为您呈现一个全面完整的China Impression 在相隔一万三千公里的太平洋对岸 有一个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与中国有着很大差异的国家 美国 唐人街的饭馆里熙熙嚷嚷 热情好客的中国人 用舌尖上酸甜苦辣 造就了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第一影响 那么最受美国人喜爱的中国菜究竟是什么呢 那么我们中国人 对于芝麻鸡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呢 今天我们来到嘉丽中心 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中国人是否了解芝麻鸡这道中国美食 我想问一下 你最喜欢中国美食是什么 爸 我喜欢刀削面 我想 我喜欢吃肉 红烧肉吧 鱼香肉丝 糖醋排骨 我喜欢吃桃骨 糖醋排骨 那我想问一下 你有听说过芝麻鸡这道菜吗 我太了解 我不知道 没听说过 我也没听 没听说过 好像不是中国菜吧 芝麻鸡 究竟这是一道什么样的食物 深受外国人喜爱 而中国人却少有了解呢 我们有幸请到了位于上海同仁路 88号的小香港餐厅厨师 为我们展示这道菜的详细做法 使我们对芝麻鸡这一名词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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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 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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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西姆王先生是一位擅长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精神相融合的品鉴家 专业营养师 从香港到澳大利亚再到上海 拥有三十多年国际从业背景 对食材 烹饪乃至饮食文化都有着独到的见解 芝麻鸡应该归在这个菜系里头 从中国的菜系来讲我们应该是归在粵菜这部分的 去美国的过程当中都是以广东朝山这一边附近的人多 你也知道很多美国的城市都有我们的唐人街 那么也发展到我们的中国的饮食文化 在那边的也有一个根源在那里 那么讲的根源都是以粵菜为主 那么今天看到的这套这个芝麻鸡呢 也是以粵菜演变过来的 在我们中文区的那里呢 会迎合美国人的喜欢 因为这个芝麻鸡呢 这个做法呢 它是以煎炸的方式做 我觉得将来的美食的标准 应该是中西方的文化都应该穿插在一起 就是说没有一定是固定的 时间与空间的限制造成了中美文化的巨大差异 甚至于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味道 芝麻鸡却在中国支者寥寥 这样的差异始于食物 却远远不止于食物 然而人们对于美食孜孜不倦的追求 和它带给人们满足 却能够不论天南地北 不分国界 因此 饮食所传递的文化认同感 得以跨越千山万水 让世界各地的人们 体会到同样的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